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這次要歡迎來試玩這款遊戲 TERRA 無盡之戰 海外版的 台府已經展開註冊了 我們來進來看一下這款無盡之戰 這畫面做得相當好 因為他是用虛幻引擎打造的 所以不意外 看起來像 感覺像回合次這樣 然後我們只要點 只要釋放技能就好了 目前也不錯啦 有簡體中文 至少不是韓文那就好了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影片 畫面有經過壓縮 所以不會那麼好看 你用手機的話 真的是視覺饗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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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BOSS幹掉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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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道有艾琳 這支BOSS做得很好耶 木器滿的 指向器喔 是指向的 不過 不過沒辦法去改變視角 這樣如果未來有造型的話我就沒辦法欣賞 那種起跑的事業限之美 泳裝的事業限之美 我們看一下現在 頓兵訓練手 出身 選擇 派兵出去耶 好特別喔 這款好像值得一碗喔 好多槍起喔 好 章節二了 BOOM BOOM 如果在戰鬥中可以移動角色的位置啊 這樣子戰略性會更強一點 就是敵人要釋放技能可以移開啊之類的 BOOM 繼續升級啊 這邊都可以點耶 龍場啊 升級 解鎖要多少 8小時啊 我們先用這個 升級力不足啊 好吧 學院是進行研究的地方啊 初期研究經濟面 酒館 可以召喚英雄了 來個妹子 拜託 咦 艾琳啊 那個手 我哥咧 林老師欸 你不要那種可憐眼神看著我 我不會憐憐的 天賦 我 我們就順便蓋一下 有那麼多喔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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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務跑吧 章節三 要打到關卡才行 很快就到章節四 好吧 來打仗了打仗了 把要把那個陰暗的那個黑影團把打掉就對了 BOSS回家了 哇好漂亮喔 激火這內陣強化的 炮塔 時攻歸裂 是獲得戰利品的地方 這邊是推關卡的 非常好 這類型遊戲其實我本身很少長期玩 不過這一款 虛幻引擎打造的 我就應該要捧場一下 他出了以後再來玩好了 他可以到三倍速了 死亡騎士來了 跳 攻击 而且 再跳一下要死了 这是优化的很不错 我还可以可以下一个通关了还可以到继续打下一个张姐 这边是时空归劣势 最主要就是推关卡的地方嘛 编制防御军 那到底是谁会来打我 玩家吗还是敌人 你先升城墙好了 升到五等对不对 金币不够了 还可以用这个买金币 哇这个 自动补充要11转好了 反正体验试玩吧 用开开啊 我有的是什么我有的是钻石啊 这是什么把全部解了 你要在解的同时啊是不是生这个 不然你到后面要再绕回来做做一样的事情有点麻烦 还可以再生了 哇 支援快被我用光光了 可以生了吗 可以生了 这条锁还没生了啊 顺便生一生 有很多都还没开欸但是我觉得 农场会不会太少了啊 PER 所以 我们在那枫上 能不能生了吗 叫我去打那個時空規律的地方嗎 要打的話就差不多體驗試玩結束了啊三節五 四敵四友 疾人了 開始入侵了果然要砲塔 好刺激喔 哇他這個戰鬥 跟中國做的那個什麼三國什麼阿哥的那個差太多了吧 你只會看到一團像螞蟻一樣 然後加個配音然後就著火 這個不是這個很有臨場感 很好上手一款遊戲喔 到目前為止應該是不需要攻略 因為這樣暗暗其實很快就到章節六了 堡壘 建造在這邊然後可以派兵出去嗎 集結 四隻 這個真的很寫實耶喔 啊 這個是很符合邏輯的 討伐 獲得英雄 這次啊 要花錢才有嗎 出野外了 野外難道有開 哇這個 我們看到的限時層面看到了 最令人讚嘆的一面 你這些怪啊 都不跟你講 你們這些怪都很弱啊 最強的就是玩家 我已經看到 殘酷的事實 整體都是做得相當好啊但是這個 打一下外面也怪好了 哇 現在有新手保護器啊還是OK啊 這是中國開發的遊戲嗎 應該是中國開發的吧 要怎麼講左上方有看到VIP 那其實在剛剛進行回合制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應該比較像中國開發的 但不確定 搞不好 韓國開發的也是覺得這個這樣子用VIP字比較好賺喔 來 有VIP點數喔這個每天會給你VIP點數但是 你要把它啟動 有的遊戲是你要啟動他才行 就是你空有點數沒有用你要啟動VIP資格才行 啟動大概三翁包月的方式還是什麼方式 就不確定 好吧遊戲就試玩到這裡好了 反正大概所有都玩過了 那這邊 大概這樣看到以後 其實各位應該也大概知道這要怎麼玩了 好吧遊戲就試玩到這邊 那我們就等台服上架吧 大家拜拜 拜拜 我們在一起玩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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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